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 北部一名高中生确诊新冠肺炎 该班将停课14天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张旭正表示 校园出现第一起确诊案例 对教育界冲击大 呼吁校园防疫强化升级 近期有出国旅游史的学生 应携带口罩且座位与其他学生保持距离 张旭正表示 新冠肺炎已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 且近日国人新增案例多为境外感染 任何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有染病风险 他建议教育部应发文全国各级学校 只要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 应落实戴口罩 且座位应与其他人保持1.8公尺距离 落实14天自主健康管理 张旭正也说 中小学一个班级停课后 曾接触过确诊学生的老师也强制休假简疫 但认课老师往往要教好几班 中小型学校可能找不到老师上课 在师资人力方面 他建议学校提前落实线上教学 或是安排其他任客老师救火 教育部也应从宽给予教师超终点授课的上限 台湾家长教育联盟理事长谢国清也表示 高中生确诊新冠肺炎 不少家长十分担忧校园爆发大规模传染 他建议学校端要主动扩大防疫教育 呼吁学生请洗手 且避免不必要出国 刚回国的学生也应主动请假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避免失声恐慌 谢国清表示 随着疫情升温 校园防疫措施也必须跟着修正强化 若班级人数较少 上课座位应实施安全社交间隔1.8公尺 若班级人数多 则应强制戴口罩 停班课的学校也应即刻实施远距教学 确保学生学习权益不打折 他 未成功 宾 却 火 开始 �찹